大家中午好咯 又到12点了很快 又到12点了我们又开步咯 这个材料在这边 这个材料是牛奶 这个是牛奶 所以今天很多材料吗 有两种 因为有两种 一个是皮 一个是馅料 一个是斑 所以今天会比较多材料 所以早上早早就已经准备了 到现在 长一点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 有迟到一点点 好 有迟到一点点 嗯 大家帮我来分享 帮我来分享 所以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开始了 我早上有做一份 在那边back job 那边back job 快要熟了 好 所以早上坐着在那边back job 哈 还有两分钟就好了 等下给你们看咯 好 好吗 大家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下午好 霍天你为什么声音这样的 声音有什么问题吗 会听得到吗 放太低啊 会吗 OK吗 声音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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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说小鸡蛋的声音吗 他 他那个 嗯 你的麦有没有开 你的麦有没有开 有啊 有啊 有吗 有吗 好 OK 看吧 现在OK吗 可能有一点点technical problem 现在黄阿姨的声音大家听得OK吗 可以了哈 可以了哈 Testing Testing FPC Testing FPC Testing FP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哈 有哈 OK OK 这样子的话黄阿姨声音可以了哈 Yes 所以谢谢大家开始进来了哈 粉丝们开始进来了 谢谢 Asu下午好 Bihar中午好 Sharon中午好 天妮谢谢你刚才提醒哈 哈 这样子的话晚跟晚餐一样 就希望粉丝朋友们 帮忙把今天的直播 like and share出去一下 因为我们会怕讲有一些粉丝 嗯 那个Facebook的那个 notification 不会出来 那个小铃铛 不会叫我们叮咚 黄阿姨直播了 有时候他们不会讲哈 所以就是需要粉丝们帮忙like了 share出去 这样子的话粉丝们都可以看到 哦 黄阿姨直播咯 然后就可以学新的东西哈 所以黄阿姨今天要教的呢 是 Mexican Coffee Bun 咖啡面包 然后呢 根据黄阿姨讲的咧 这个Coffee Bun 它用的材料会稍微 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需要粉丝朋友们 要pay attention了哈 会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点的注意 这样子啦 那么就呃 大家会准备好了吗 如果准备好了的话 就麻烦刷一排的爱心上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 今天的直播啦 我那个拿起来一下 OK 大家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我们今天 我是黄阿姨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Coffee Bun 然后是 咖啡啊 这个咖啡 来做那个盖盖盖下去的 这个包包 是很像那个Coffee的 这个味道 啊 喜欢Coffee的人啊 他们就很喜欢 就你们喜欢Coffee的 就可以做这个Bun 所以我 等我一下 我去拿包一下 因为早上黄阿姨有烘了一部分 然后现在Oven再叫黄阿姨了 哇好了 哇好了 黄阿姨现在就要过去拿一下 这个 刚刚烘好的 不好意思啊 就要粉丝朋友们 等多一下下 等多一下下 嗯 拿起来了哈 嗯 拿起来了 OK 来 我们来先做他的那个包包哈 我们做那个包不是 呃 是用牛奶 用这个鲜奶哈 用鲜奶 然后糖 当然有用到 yeast哈 有butter 糖 然后加一点牛奶粉哈 加一点牛奶粉哈 所以就是 啊 这个也是Coffee Do the recipe哈 所以是Coffee Do the recipe哈 所以是Coffee Do the recipe哈 嗯 然后我们把 我们把牛奶200g 倒进来哈 牛奶200g 哈 糖是40 哈 糖是40 嗯 我们先 先把牛奶 热它哈 先把牛奶 这个牛奶是200g 哈 哈 把它倒进来 然后糖是40g 我已经量好了哈 40g 还糖 我们用还糖哈 所以这个意思啊 一茶匙半 大概6g哈 一茶匙半 大概6g这样哈 嗯 诶 那么电不稳呢 电不稳哈 对 好像有停电 哈 好像有停电 就咯 电不稳 嗯 然后我的 我的 我的这个关掉了 呃 黄阿姨的小美关掉 不好意思啊 粉丝们 刚才这边好像 电有跳了一下 那个电有大概停了一下下 又再恢复 这样子的感觉 电压应该有不稳 所以小美中途关掉哈 哦 他就停掉 等我们restart一下哈 啊 他 他complain了 他讲 刚才没有关好哈 你看 他会跟我讲 你刚才电 突然间关掉 不可以的 哈 所以他要重新来过 不可以太长这样哦 太长这样 他也是不高兴哈 OK 我们用到 用到一分钟哈 然后三十七度 七度 啊 啊 啊 给他去 啊 给他去弄 那个 牛奶给他 一一的 然后 那个一烧 会比较活力 哈 OK 所以啊 等一下我们才来放 那个 那个面粉下去 然后等一下我们放 面粉 跟 那个 牛奶粉 然后 盐哈 放了 等一下再放 才放 最后才放牛油哈 最后才放牛油哈 嗯 杰姆 哇 谢谢你哦 给了75个星星 哦 谢谢 黄阿姨 等一下回来再讲 谢谢啦 你跑这么远去谢什么 哈哈 对 会吗 会停电哈 OK 不知道 现在华阿姨很担心停电的东西哈 好 不用紧 我们就 就继续下去 然后就希望能够顺顺的把药胶的东西给夹完 那你看他是37度哦 如果真的停掉我们 那我们就放工了哈 明天再做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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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就放工了 明天再做哈 然后这个粉是高筋粉哈 我们放300下来哈 他是高筋粉 来粉丝们看得到300g吗 嗯 他差一点 嗯 OK 然后就牛奶粉 牛奶粉 牛奶粉 4g 就扔一点点哈 扔一点点哈 扔一点点哈 那我们就给他 一分钟哈 我给他 给他 给他弄一下 不要他 等一下 一揉他就飞哈 他就飞哈 给他这样 mix一下 啊 通常我们有做这个粉料的东西 不是 我们先给他 mix一下 不要给他 揉的时候 他就飞哈 啊 他这样子就 面粉面团已经弄死了 那我们才来 揉他哈 这样子 你不会弄到满盖子 都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们才来揉哈 啊 揉一分钟 嗯 嗯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再来一次 谢谢 Jane 谢谢 Jane 给的那个75颗星星 谢谢你哈 然后 Jini要看那个面粉的包装 面粉就是你用bread flour就可以了吗 你用bread flour 用的是这 我们用的是这个牌子 但是你们用bread flour就可以了 只要是面包的粉就可以了哈 啊 对 面包粉呢它是这种类型的 这个它写high protein flour 它是高筋粉哈 嗯 所以只要是高筋粉就ok了 对 对 你用高筋粉就可以了 好等它这个揉好了 那我们开了一下 你留下去 你看它它揉出来的 它会很很干净的那种哈 你看它会很很干净的 不会长黏黏的哈 ok 然后我们把牛油加进来 这个牛油是多少 30 3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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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30个 原饭了 原饭还放了 原饭还放了 好 好 我们先做给它揉 这次揉两分钟 哎呦 它一直跳哦 好 因为它牛油加下去 然后牛油跟那个面团 混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跳哦 所以在 我们的小北揉面包 是很棒的哈 可是因为 因为它要用很大力的去揉它 不是 你在揉面团的时候 你一定要不要走开 要帮它这样陪它一下子 因为它揉的时间也很短 你不要走开哦 等下如果你的位置 小的话 怕它就倒了 ok 所以不要 不要走开哦 等它 等它这样揉一下子就好了 它很快的 很快的 咯 有没有人喜欢这个面包 如果我们我们啊 家里的小朋友跟大朋友都是很喜欢的哈 不过说 可是这种 这种面包是会有一点点甜哦 它是有甜哦 不是说 它是有稍微比较高的 不过黄阿姨 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咧 你叫人家讲 诶 有没有人喜欢这个面包 面包都还没有看到啊 马拿仔 面包都还没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哦 因为巴克萨有 通常有看到他们的排队 这个面包哦 嗯 所以如果你 你自己去做的话 有时候 你就不用去排队哦 如果有时候没有空做啊 那我们就去排队 在这里如果说啊 你觉得它不够滑 你还可以给它再揉哦 OK 嗯 这样这个是 你觉得够滑了吗 这个啊 还可以呢 还可以再揉它 还可以再揉它 还不够 还可以再揉一分钟 所以你给它揉到 三分钟这样哦 嗯 给你们 给你们看看那个体 嗯 这个是纯品 这样快就先 诶 纯品给大家看了 是 OK 这是皮而已 还是整个了 它是整个的 然后它的 它上面这个皮是 另外再做过的哦 然后这个 我刚才我这样 搬得不好 然后它会 会有留一点的 在这里 好 如果说啊 我们如果这样 打得优异一点啊 它就会整个这样 裹在一起哦 嗯 所以只是现在 有一点时间 还要先给大家 过目一下 咖啡包是长什么样的哦 是 如果它 你用 如果是用小美来做 如果不是 我们 可以做很多很多 不同各样各样的包 哈 这样就OK了 嗯 看一下 来 这样就OK了 好 这个要给它去 给它去醒面一个小时 好 这个要给它去醒面一个小时 OK 就讲它现在拿出来 它睡觉的啦 还没有醒呢 还没有醒 要去set alarm 叫醒它一个小时就这样 才有好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咱们就给它 给它放 放在那个盘里面 给它去醒面 一个小时哈 OK 中午好 中午好 黄阿姨的声音很小声 很小声 嗯 还是很小声 你等一下试下 要不要把mic拿进一点点 可以放后面 放前面 OK 这样可以OK吗 这样OK吗 来 来 有韵 帮忙听一下 你觉得阿姨的声音 有没有比较好哈 OK了哈 好 然后这个好了 不是我们给它醒面 大概一个小时这样哈 它给它发到两倍大哈 给它发到两倍大 所以我就给它放去发 如果说你这样子做 它是不能做 因为它很很很 有点硬度哈 OK 不够软 所以给它醒的时候 也要让它发一下 让它变得比较蓬松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醒好了的 这个发好了的 那个是因为我刚才太快做了 它给它发到过容器咯 它有一点发过时间了这个 这个已经发过时间了 所以你们要给它排气 排气就是这样按啊 给它排气 按它 给它气出来 按它 气给它露出来 不要有气在里面 就是给它massage一下 让它气会出来 打出来 这样我们需要在那个container里面 放一点油 还是粉 让它不会黏吗 要 要啦 气按出来哈 那我们给它分成巴力哈 它是巴力哈 然后一半下去 一半下去 这边一半 好 自己吃 不需要称哈 做卖才称哈 自己吃都用称 有没有发现 黄阿姨切这个 感觉像在切披萨的那样 因为它是五月七八 所以我们就把它 把它这样按一下 把它卷起来 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卷起来也要讲究的啦 因为有所谓 你油盐盐就可以了 然后你弄盐它 然后又是 放在那边洗面 四五分钟 四五分钟 嘿嘿嘿 雅力讲 黄阿姨我心里在想 今天黄阿姨 会不会直播做面包 天呐 结果真的直播做面包了 对 有打算做面包 这样雅力你很了解黄阿姨哦 嘿 有打算做面包很久了 因为他们要求说 开卸了 要做一点面包 OK 然后这样滚人 就是黄阿姨今天要做面包 都给你拆到 嘿嘿 厉害哦 所以我们就 一式这样把它 那个气扛掉 然后才点起来哦 所以我做上粒就好了哦 其他的饭就等一下才做 嗯 然后再翻一下 所以这个放出来 我们把它放出来 需要放多少发粉 那个发粉要放一茶匙半 一茶匙半大概是六 六gram 大概是六gram 一茶匙半 不是那个酵母 哦 哦 一茶匙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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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是讲发粉 这个我们用的是那个酵母 是一茶匙半 那是一茶匙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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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到 我们用到 咖啡 我们用到咖啡 这个咖啡 你喜欢哪一种咖啡 Nescafe 什么咖啡 家里喝什么咖啡 都可以讲 OK 然后糖 所以这个糖 所以这个糖 它材料是80g 所以你如果不要这么甜的话 你可以放早一点 这个糖 是80g 粉 也是80g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 然后热水要一点点泡这个咖啡 所以我先泡咖啡 我泡咖啡 给你们看 所以这个咖啡要用那种 葱鸟就融的咖啡 Yes 不可以咖啡 等会不可以 要那个 Instant的 要用Instant的 不可以用咖啡豆磨的那种 那种 然后热水 这个咖啡是 一汤匙就等于两 两 两小匙 我们就拿两小匙 错了 我要放这里 要错了错了 阿爸这个帮我掉掉 两小匙 要放这里 宝贝这边 那我的水也是这样两小匙 一汤匙 那另外一杯咖啡 等一下另外喝 OK 所以热水拿一点 我去拿热水 那水也是两 两 两 两茶匙 这样 这样 这样子 就是或者是全部放成一汤匙 一汤匙 对 然后 嚼容它 就是这样子 嚼嚼的 浓浓的 嚼容 牛油倒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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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是八十 给它去打 你看我忘记了 要放butterfly 我把那个 那个刀 给 那个牛油盖住了 所以 butterfly 放在里面 所以要把它刮走 才可以放butterfly 所以平常的情况 要先放butterfly 才放材料 要先放butterfly 这次忘记掉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下 butterfly在哪里 在这边 给它轻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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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2分钟 搅拌 通常我们用butterfly的时候 然后就是 你不要一下子打上去啦 然后你慢慢跑了 等它稳定了 我们才放脏 这个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加 好 好 这样子的话 如果有时候 我们那个butterfly 放不够稳的话 它butterfly 不会飞掉 ok 这个是 鹌鹑用法 ok 好 好 我们吃到以后 我们就来搅咖啡咯 咯 咖啡要几时才下咧 要等这个完 等它打完了才下 嗯 嗯 吹花讲 已经买了小美 不会做 所以就 要常常来看 华阿姨直播咯 华阿姨很多时候直播的时候 通常会用小美来煮东西 对对对 所以就看着看着 你也会更加的清楚 诶小美要怎样用 诶小美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都会教你们怎样用 如果谁还没有有小美的 你就可以赶快下班 因为小美真的真的要起家了 所以每一个家庭 如果有一个小美的话 可以做很多东西 不过如果已经买了的 不会做的话 也可以就是常常来看 我们华阿姨的直播后 他每一个星期一 三五中午十二点 都会直播一些新的东西 并不是想要教大家怎么做 他是一种就是 互相的分享 互相学习咯 因为黄阿姨坐着坐着的时候 他自己也越来越厉害去的 跑到旁边去 我给他挂一下 等一下 我要把它挂下来一下 这好用糖粉 这个不是糖粉 这个我刚才有放一点比较粗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 你听到他的声音 就是他没有摇拌到 然后你就把它开进去 你这样给他弄一下 让他给他打得比较均 嗯 就是确保如果搅着的时候 他有粘到墙壁旁边的时候 啊 对对对 你就把它推下来 推到中间去 让他搅拌的时候 就大家都可以mix到这样子 друзья 我现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番煮 然后给他去洗面 洗面大概15分钟 这样等一下 我来煮他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听话 他们不会讲 我要他熬这边 他就熬那边的 OK 可以咯 所以我们正在夹一个鸡蛋 夹一个鸡蛋 然后咖啡 咖啡也不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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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espresso 咖啡也不放入 咖啡也不放入 然后再给它搅拌 现在就搅拌10秒 10秒 所以很快的 它 搅拌的过程很快 10秒 10秒速度也是 3 然后好了就下粉 就 20秒速度3 看到吗 它就刮刮了 所以我们就下粉 这个粉就过筛了 也是高筋粉吗 不是低筋 是低筋粉 这个是低筋的 OK 皮的粉是低筋啊 面包粉是高筋 我等一下食谱里面我都会写 一样20秒 就可以了 一种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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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糖 是这样子 这是上面 咖啡上面的盖盖 这是咖啡面包 拿来上面盖着那个面包的 它会 其实小北打出来的很滑 看到吗 它很滑 看到吗 它会很滑 所以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你跟它 它大概因为包好了 包好了 要放在那边发 然后你在半中间的时候 你才 才做这个 因为那个包放在那边发的时候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你包好了 放在那边发的时候 你才来做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是直播 直播我已经弄好了 等一下我就没有等它发 我就是直接打 打了 然后给你们看说 它是怎样的 做好了 然后这个要放在菌花袋里面 然后这样子 这个叫挤花袋 啊 这个是挤花袋 哦 流出来了 它那个盐很多 你不用在那边一直锅啊 我们就给它 给它这样弄一下 它就全部都换出来 就是你的那个盐 如果它一直黏在刀上面的时候 不用特地去刮它 不用 你就是这样 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了 你就是这样打快 它就出来了 要等它一下 要让它的刀 一下 你看 那个刀就干干净净 它全部都出来了 你只要再把它刮一下 就有了 要这样子用 你不需要在那边一直刮 等一下你的那个 刀刀给它弄到歪来歪去 不然你这样刮的时候 花太多时间 你的包都醒到太阳去了 你还没有刮完后 这样子 然后就一个洞 要它等一下才弄 要等一下才弄 我们先用这个 因为这个洗面了吗 不是 它洗了 又变大个了 它变大个了 然后它也比较那个了 比较轻化了 所以我们要放 里面是放一粒 那个牛油 放一粒这个牛油 这牛油一粒是5克 里面还有放牛油 这样子 然后你按它 按它旁边是薄的 旁边是薄的 这样子 然后中间是够的 旁边是薄的 然后你给它 给它放一粒 这样子 然后包起来 因为你给它 然后你把猫肉 放一粒 然后你把猫肉 放一粒 然后你把猫肉 放一粒 在那里面 那个底下那个口口它向上 口口向上 然后我们才来按它 因为我冷气你看它皮给它抽干 然后放一粒牛油在里面 等一下它烘出来不是里面有牛油的香味 我看你这个肩膀可以让你自己的油脂肪 直接放一把这个肩膀的人 就放一样 先放一样 这位肩膀的人都放一样 然后放一样 就放一样 它就可以放一样 放一样 放一样 然后这样这样好了要等它给我弄到它的皮破掉 这样好了不是要等它发大概一个小时这样 然后我们才来挤它 OK明白了 然后再薄一点 旁边是薄 然后再转面一开始 然后再转面一点 就给他那个牛油流出来 然后他发了不是他会比较大 差不多这样大 差不多这样大 会比他大差不多 半倍这样好 好就这样子 这样子给他发 这样子给他发 发了他 我们就可以 可以 浓热 然后 热热好了 那我们就 挤他 挤腰 盖住 这个 包包哈 然后他等一下烘的时候他 这个 这个热了他 他会 流下去哈 OK 我要剪一个洞 不需要太大洞 差不多 阿咖阿咖这样小小洞 不需要太大洞 这样子 看他 我这个是 没有发的 这个 你们要煮的时候 你要等他发好了才煮哈 OK 明白哦 然后这个是等于我发好了哈 OK 这个是 这个是 一小小洞 我们就把他 执他 这样子 上面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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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圈圈到外面去哈 好 清楚哈 来我拿进一点哈 他就会这样子 一圈 一圈 这样转 他这样发两会比较大力哈 你比较有多好圈 这个比较小力 这个还没有发 所以没有什么位置给你圈啊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位置给我圈 所以我要我要把它圈圈圈圈 圈到快要满这样哈 可以圈到底下一点都可以的 然后他 他流下去 他会就会整个都会 整个都会 裹起来哈 OK 就是圈到他上面盖满满的 然后轰的时候 慢慢慢慢圈圈圈圈圈 差不多圈到这样半率这样 因为他现在很圆哦 他还没有发啊 他就 他的包包会很圆 如果你发了哈 他会比较扩一点哈 他比较扩一点 所以 比较多位置给我们一圈 大概圈到半率这样 然后他 他 遇到热了 他那个 这个酱酱会 流下去 整个包包会裹起来哦 就这样子了 OK 然后这样子 才拿去包 这样你包里面的牛油 可以用full cream的牛油吗 full cream的 full cream 没有牛油 没有讲full cream的 牛油是讲 salted 还是un-salted 哦 啊牛油我们里面那个是用salted的哈 用salted 我的那个recipe我会写哈 我会写 哦 这样子 OK吗 这个明白吗 嗯 请问可以做几粒 可以做8粒哈 8粒 它可以做8粒 所以那个牛油就是要先把它切好一块一块的 然后放进去冰柜 让它冰着 啊 对 牛油1粒是5克 嗯 1粒是5克 所以这个是8粒 那么我们认到的牛油是40克 OK 好 清楚哈 对 所以这个牛油是从冰箱 对 对 对 从冰箱 好 不要太软 太软 你不要难包 然后它要有一点点硬度哈 OK 就这样子我们拿去搅拌哦 搅拌大概啊 185度 将近25分钟这样 你看它 它底下有一点点黄黄啊 然后上面有一点 这样啊 它 它刚刚搅拌出来 它是不会 脆哦 它出来了 啊 它这样 一点点温了 它才会 扣扣扣的哈 OK 这样子 然后这个把它放好一下 然后承平就是长这样子的了 啊 就 这个把它放起来 Catherine yeah salted butter 好 好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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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面子 你面子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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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熟成的了哈 嗯 然后 牛奶的话 用 用 用 粉 好 好 可以 好 哦 啊 fresh milk也可以哦 可以的 yeah full cream 或者fresh milk 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bag好出来了之后 它的成品就会是这样子的了咯 你看我这个 我就是刚才我我裹的不够不够就是可以它这边没有包到啊 它少掉一个脚 如果裹够的话它会整地包好啊 嗯 所以我早上我做半份就是做到四粒而已 嗯 然后oven是一百八十五度 大概back25分钟这样看你的oven preheat有讲多久吗 要preheat preheat有讲要preheat多久吗 preheat你 因为oven它preheat到那个温度就可以放进去的哈 嗯 ok 这样子啦 ok ok 这个就是咖啡包完成啦 很美齁 来我给大家一个镜的特写齁 哇 这些咖啡包 登登登登 它把那个咖啡 涂在上面了之后就马上拿去烘了齁 啊就可以拿去烘了 嗯 然后你放进去烘的时候它一一热了或是那个咖啡酱它它就会流下去 然后它就裹了变成这样子啦 嗯 来欢迎拿起来一下 大家一起拍照一下 哎呦 这个咖啡包很美哦 也很香哦 啊 它很香那个咖啡味哦 它很香咖啡味 所以说啊 你们在家里喜欢吃这个包包就可以做哈 它也其实也不难做哈 嗯 来大家拍照 一二三 嗯 一二三 耶 耶 耶 所以恭喜粉丝朋友们哈 今天就学会怎样做这个咖啡面包啦 咖啡面包啊 咖啡面包啊 不是不是叫咖啡面包咩 咖啡面包 是啊 Mexican咖啡班啊 嗯 我喜欢吃这个包包包 可以做它一份可以做到八粒 然后如果你要做啊 小粒一点那你就可以做到 十二粒 十二粒 这个是八粒的分量 是这么八粒的 哦 刚刚好 盘盘这样大了 嗯 ok 所以嘞 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边了咯 对对 所以谢谢大家 对啊 所以你们喜欢小美的可以找我咯 赶紧找我哈 我可以帮你安排 怎样下单哈 OK 嗯 可以pm我们哈 要cellclaw也是可以找我们哈 我们这个平台是有做cellclaw跟小美哈 啊 每一个每一个家庭里面都都很喜欢的那个厨房用具哈 嗯 然后花阿姨教的东西如果你们有做到成功了的话 也拍个照片分享给我们哈 我们看了也会很开心的看到大家都做到成功 我们也会很开心哈 所以就谢谢大家啦 那我们就呃来临的星期五再见 一样的是12点哈 对对 一样12点哈 嗯 拜拜 OK拜拜